好莱坞的明星夫妻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 今年9月是做出了离婚的决定 那双方的离婚手续和财产分割事宜 都已经顺利地进行完毕了 不过两个人对于6名子女的抚养问题 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布拉德·皮特一度还被传出有虐待孩子的嫌疑 如今一个月过去了 事情有怎样的新进展呢 近日布拉德·皮特出席了自己的新片 《间谍同盟》在洛杉矶举行的首映仪式 这也是他在离婚后的首次正式亮相 整个首映仪式上皮特都表现得非常轻松 在红毯上他友善地与影迷自拍 在记者会上他也全情投入地参与讨论 时而跟大家讲讲段子 时而开心地捧腹大笑 看起来皮特的心情 似乎并没有因为离婚而受到太大影响 而就在上个月 皮特还被爆出在私人飞机上 曾经对16岁的杨子动手施暴的丑闻 不过该事件曝光后 皮特方面并没有一味推卸责任 倒是摆出了百分百配合相关部门调查的姿态 而经过美国儿童福利部门的调查 已经确定皮特并没有虐待孩子的恶行 不过虽然洗清了虐子的嫌疑 但布拉德皮特与安吉利娜朱莉 对于六个孩子抚养权问题的争夺 却似乎还没有真正定论 目前美国媒体之间也流传了两个版本的消息 一部分美媒声称 朱莉和皮特在抚养权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 两人已经起草了一份法律协议 约定孩子们将由母亲朱莉单独监护 而皮特获得了探视权 不过与此同时却也有部分外媒做出了完全相反的报道 称皮特因为不满自己仅拥有探视权 已在上中午向法院提交了申请 这位父亲仍然在为获得孩子的共同监护权 做出最后的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